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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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OYS LIVE 又到了周末,在家裡 有時候我真的會不知道要煮什麼 剛好有一個觀眾提到說想要看海鮮類的料理 那我就想到這禮拜來做個西班牙海鮮燉飯吧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直接來介紹今天要準備的食材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食材 我們用這個 腸米 好的 洋蔥 甜椒 黃色跟黃色的 跟杏鮑菇 杏鮑菇是我自己 自己想吃最飯 然後白蝦 蛤蜊 跟軟絲 兩顆番茄 少許的檸檬 奶油 番茄糊 跟西芹 就大概這些材料 然後調味料的話 主要會用到 紅辣椒粉 就可以了 然後一打一香料 黑胡椒 就這樣 我們先來處理食材吧 那我們處理其他食材先 我們先把蝦殼跟 肉先做分離 把它留蝦肉就好 蝦殼我等一下要先拿去 弄湯 弄湯底 先把蝦殼先去掉 那我們蝦子這邊處理完 我們先把它 蝦殼 等一下拿去炒一下 小火 如果很乾了 我們先放一點橄欖油 然後下我們的蝦殼 蝦殼稍微給它 拌炒一下 炒一下我們下一碗水 好 然後我們這個 小火 放在旁邊等它滾 然後把它燒烤一下 然後我們處理食材的順序 一樣從 比較沒有味道的 味道比較沒那麼重的蔬菜 先從蔬菜開始處理 我們蝦殼就直接把它先切片就好了 可以切小一點 等一下直接跟湯煮在一起 這樣我們把中間這個地把它去掉 然後一樣 切絲切絲 我們把它切絲 點錯 切好然後放一邊 黃甜椒我們一樣 切好我們一樣把它放一邊 sought 現在洋蔥我們用一顆小顆的 先巨頭 切對半 皮燒搏剝一下 洋蔥的部分我們就把它 切塊 切成方塊狀 小方塊狀 這個切好我們一樣放在旁邊 然後切我們的辛香料 辛香料這邊只有用到蒜頭 把屁股尾端先切掉 老實說我們剛剛壓過了 我們就稍微把它切碎就好 蒜頭不用多 擠半就可以了 這邊這一些就這樣就可以了 西芹的話我們取幾片就好了然後把有葉子的部分把它剝掉 尾段稍微去掉 這個把它切跟洋蔥差不多大小 這蔬菜料的量就自己斟酌啊如果特別喜歡吃什麼蔬菜的話可以多加一點沒關係 這蔬菜料的量就自己斟酌啊如果特別喜歡吃什麼蔬菜的話可以多加一點沒關係 番茄的話切粒切成 一顆一顆的或是 就一樣把它切碎啦然後把它跟放融合在一起 這邊蔬菜的部分我們處理差不多我們就直接來處理海鮮吧 海鮮的部分我們先來處理蝦子我們把它蝦子開背然後去一個長椅 開背主要去長椅外開了背之後它蝦子熟了之後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現在我們來處理魷魚 把頭先取下來 我們切的方式 兩個齊本身就很小了啦稍微刮個刀就好了 身體的部分 中間這個心把它取出來 然後我們主要是切 原狀的 不用切 不用切太小因為等一下還會縮水 這樣 整體來說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 繼續處理剛剛的蝦 剛剛蝦的那個湯我們先把它處理起來 好啦接下來因為這個蝦 我們也熬得差不多了 我們沒有要用到它的殼的部分 我們直接把熬好的殼把它撈起來 這邊一個小技巧我們先把它 這個做好的湯我們把蛤蜊放下去讓它滾一下 蛤蜊放下去 只要一開殼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我們要讓蛤蜊的那個鮮味進到那個湯裡面 我們稍微開始小火 現在這個開了我們直接把它拿起來 開了直接拿起來 開了蛤蜊我們等一下最後 起鍋的時候直接拿來擺盤就好了 因為現在蛤蜊的鮮味都已經在湯裡面了 好 蛤蜊開了 我們這邊關火 這一鍋的湯 我們放在旁邊備用 接下來我們重頭細烤一下 先 開火 我們鍋熱一下點油 蒜頭放進去爆香 蒜頭爆香差不多我們可以下洋蔥 洋蔥然後把洋蔥炒到一點青黃色 洋蔥差不多把剩下的蔬菜放下去 好 蔬菜我們炒得差不多了我們下番茄 然後把番茄撲下去 然後之後下 番紅花 番紅花我剛忘記介紹到了這個 家裡有的話就可以下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去買一些 加番紅花 然後我們下香料 義大利香料 黃辣椒粉 然後我們把蝦子放下去 稍微跟它混合一下 讓它都上點醬汁 然後我們下米 讓米跟醬汁做一個 充分的攪拌 讓每一粒米上面都沾有醬汁 把米跟醬汁做一個充分的拌勻 這時候我們 剛剛煮好的高湯 然後量剛剛米的份量 差不多一碗 差不多一碗 先以這樣子量下去 把它 飯 把它鋪均勻 然後在上面鋪 鋪上我們魷魚圈 魷魚圈在後面的時候再鋪上去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開 小火 小火我們蓋鍋蓋 煮20分鐘 20分鐘 我們20分鐘之後再回來 好了 我們20分鐘到了 我們來開鍋蓋看一下狀況啦 3 2 1 好了 基本上這樣已經是 幾乎是成品了 接下來我們把剛剛 撈退的蛤蜊 然後把它插到飯裡面去 喜歡 有鍋巴的話 可以在 最後結束的時候 開大火 給它烤個 10秒 20秒 然後放一下 它等一下就會 外面就會成鍋巴 剛剛 前面有準備的檸檬 我們把檸檬擠在上面 擠上檸檬 好 這樣就 大功告成 你看 滿滿餡料的 西班牙海鮮燉飯 那我們來 試試一下吧 燉飯 完美 幾乎沒有加什麼鹽巴 完全就是 蛤蜊的 它的鮮味 跟剛剛下頭的那個鮮味 就已經 紀錄可以替代鹽巴的成分了 好 這道料理非常簡單 就簡單 就是 前面那些料都備好啊 我們直接把它去炒一炒 蓋個鍋蓋給它 就像煮飯那樣 煮到底 給它煮個20分鐘 料給它擺一擺 這樣就完成了 應該很容易啊 應該沒什麼難度的一個 西班牙海鮮燉飯 主要是材料比較 多一點 需要的話 比較多的前置都會去準備 然後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